十华业龙头台素他们预估下半年景气并没有我们看好 确实有些数字会说话 我们看年初呢 进一步预测景气是逐渐的回升 但现在破功了 我们看到外销的数字是逗退路 现在连新市场也都亮起红灯 进一步呢 在昨天就公布五月份的外销订单金额来到364亿美元呢 年减是3.4% 连续三个月衰退 尤其对东协六国的借单金额 更是意外出现金融海啸以来 第一次的衰退 撕开防尘套 这张面红亮面的皮沙发 已经躺在仓库里三四个月了 放眼望去 家具堆积如山 全都卡着厚厚的灰尘 顶级的水晶吊灯 还有这个高级的皮沙发 这些顶级的家具销往海外订单 慢慢在减少 外国人他要买你的东西 他要看你的工厂规模 那外销厂现在因为台湾的工资比较贵 所以他很多都外移的 大陆低价家具倾销 本土家具业早就被打垮 转战外销也讨不到便宜 被对岸的廉价劳力打得东倒西歪 外销订单直直落 五月外销金额持续下滑 衰退只剩下364亿美元 整个台币1.08兆 年减3.04% 连三个月负成长 对东协六国订单也拉起了红色警报 出现金融海啸以来第一次的负成长 其中电子产品订单少了30亿 精密仪器短少9亿 受到欧债语需求减少影响 运输工具更大幅衰退 一口气掉了89亿 无漏偏逢连夜雨 江城八会出现有变数 两岸投保协议签不签又出现问号 利空不断让大老板们好心急 不好 我感觉到这个投资协定应该要努力 把它们关起来 要让它弄成不要再拖 如果在月底之前就可以应该努力 坏消息一颇颇 景气低迷 企业找不到订单 政府再不绷紧神经 恐怕全民都得喝西北风 东台新闻黄历委和人海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